这场50年最惨的八八水灾可以说是让南台湾整个泡在水里 不只是房子包括了车子 这两天南部就可以看得到保养厂挤进了一堆泡水车要急着维修 而保养厂的这个业者也估计 这次正因为淹水严重 这个泡水车呢保守估计至少有五万辆 保养厂的师傅四处检置车内泡水后的情况 预估这部车至少泡了两天 另外这一部四年车灵的汽车也到了保养厂 南部各县是处处淹水 大从游览车 乡型车 货车 机车 交车五一幸免 保养厂估计这场台风至少造成南台湾有五万部的车辆泡在水里 在屏洞这样看 超过五万 应该是超过了 由于泡水车数量惊人也因此已经有中古车商在预定泡水车 而泡水车会不会因此而混入中古车的市场 把洋厂教你如何辨识 像这些保险师盒啊 如果他如果把所有保险师拔掉的话 要清洗的话 不能百分之百洗得很干净 意思是说他里面的接缝多多少少会残留一些淤泥啊 业者提醒车主 爱车泡水之后一定要记得不能发动引擎 否则引擎一吸进水 荷包至少都要花一倍以上的钱来修理 因此泡水之后的车引擎要发动前 车主可要三思 昨天新闻纪博士孙颖玉高雄报答